好,绿陪伴以及绿饮食、绿疗愈、绿场域四面向为主轴 社区型绿色、长照据点、花莲低肩 是由丰山社区所成立 那么强化了高龄者的社区参与、饮食营养、心领健康、手作疗愈 经丰山社区广过的成绩卓越 获得农委会来表扬特优奖 那么社区的理事长吴敬才 希望有更多的社区长者能够来参与社区的绿色长照活动 农委会积极推动绿色长照据点 而花莲县第一所的社区型绿色长照据点 是由寿风乡丰山社区协会所成立 在全省14个社区评比当中得到社区绿色照护特优奖 我们花莲县社区组是我们第一个办理的 明年会稍微改变 因为我们今年原本是承办是星期一 星期三、星期四 后来我们又向水宝局争取了一个峰会餐 所以变成礼拜一到礼拜五全部都有 绿色照护让农村里的高龄长者 都可以在熟悉的农村环境当中找到活力 透过植物、作物栽种进行绿色疗愈 并享用在地食材做成的营养餐点 轻松拥抱老后的健康人生 记者林杰寿风箱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